26岁女博士在怀孕5个月时被确诊为一线癌晚期 得知消息后 婆婆立马用500万卖掉了儿媳的婚房 此时距离张力军和丈夫结婚还不到一年 家里的大红喜子都还没来得及拆掉 闻此噩耗一项坚强的丈夫瞬间哭成了泪人 本以为婆婆拿到钱后会莫不关心 谁知婆婆却立刻跑到医院 恳求医生无论如何也要救儿媳一命 原来婆婆卖掉婚房只是为了凑够儿媳的治疗费 一家人围在一起听着医生讲解手术治疗方案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好张力军的病 谁知在病房思考了一整天的张力军 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在抗癌和孩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他决定放弃治疗 将所有生的希望留给未出生的孩子 在向医生确认癌细胞不会遗传给孩子后 张力军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我一有消极情绪然后宝宝就踢我聊一下 哎呀我本来人还在发呆 突然之间就哎 好像没什么好想的 然而这个决定也意味着 他不能采取任何治疗手段 也会因此而失去最佳的治疗时期 面对死亡张力军内心同样充满恐惧 但肚子里的孩子却给了他无限的勇气 让他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他每天在病房里和家人谈笑风声 感受着肚子里的生命一天天长大 但这也意味着他存活的概率越来越低 今年26岁的张力军和丈夫结婚还不到一年 宫婆代他如亲生女儿一般 夫妻感情也稳定和睦 本该是让所有人都羡慕的人生 却因一个意外戛然而止 突如其来的乐好瞬间击垮了两个家庭 纵使家人千圈万圈 也依旧无法改变张力军的决定 最终他们只能选择妥协 丈夫放下了手中的一切每天陪在妻子身边 给了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 看着妻子为了孩子坚强又乐观地活着 韩世俊的心里就像挣扎一般疼 但为了不让妻子担心 面对妻子使他始终表现得很坚强 只有在独自一人时 他才会短暂地展现出自己软弱的一面 任由眼泪夺眶而出 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两个月后 张力军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 孩子也已经将近七个月 但因为孩子肺部发育不安全 如果此时选择剖腹产会十分危险 为了孩子张力军还想再坚持一段时间 但他的身体和精力都已经到了极限 得知继续放任癌细胞扩散 儿媳就会有生命危险 婆婆毫不犹豫地请求医生进行剖腹产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大人 医生很快为张力军安排了手术 手术室外一家人焦急地来回躲步 手术室内医生争分躲秒 担心早产的孩子会出现窒息症状 而可医生也在一旁严阵以待 终于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孩子成功转为未安 医生将刚刚睁眼的小笼包抱到张力军面前 这一刻张力军觉得 之前受的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生命终结了 也应该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看看 好歹我活了26年了 他还没有来世界看过一眼 短暂的相聚之后 孩子就被送往南乡 张力军和丈夫也早早地为孩子取好了名字 含和名这三个字 取自诗经中的和名就高 声闻于天 先和即便只能在沼泽中名叫 但他的声音依旧能想撤之九重天上 寓意着即便身处逆境也要顽强不息 这是身为母亲能给孩子最好的祝福 得知孩子平安无事张力军也安了心 接下来便是他和癌症的抗争 但产后虚弱的身体 似乎拖垮了张力军所有的毅力 让他再也提不起任何精神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治疗 好在丈夫一直陪在他身边给他鼓励给他安慰 想到还住在暖乡里的孩子 张力军再次恢复了精神 毕竟他迫切地想听到孩子叫他一声妈妈 没多久张力军做了一次全身大检查 为手术做最后的准备 然而热号却像突袭而来的台风一样 摧毁了这个家庭所有人的希望 张力军被确诊得了应接癌细胞 这种病例在整个世界都十分罕见 经验丰富的医生也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而这种情况下进行手术将毫无意义 医生只能采用姑息疗法来延续张力军的生命 并告诉韩世俊 问问张力军还有哪些未完成的心愿 不要让他留下遗憾 医生的话无疑宣判了张力军死刑 韩世俊愣在原地很久都没有回过审 婆婆也哭得肝肠寸断 一家人决定先不要告诉张力军真相 但并防外婆婆压抑的哭声 和丈夫整夜的沉默还是让他猜到了真相 虽然早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当恶号真的来临 一直坚强乐观的张力军还是忍不住彻底崩溃 他哭着问丈夫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长头发 丈夫文言也不知该怎么安慰妻子才好 短暂的伤心之后张力军平复了心情 开始为话聊做最后的准备 面对死亡谁都会感到无限恐惧 但最重要的是要开心地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间 毕竟一切已成定局 不如坦然地去面对死亡 如果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不希望自己是死在病床上 身上插满了关子 最后要走 要么就是在家里走 要么就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 治疗的前一天 张力军最后一次站在窗前沐浴阳光 因为化疗之后 他就再也不能晒太阳了 不久后一家人齐聚一趟 为刚出生的小龙包裹满月 虽然孩子现在只能待在南乡里 但没有多少时日的张力军 不愿错过任何给孩子庆祝的机会 隔天夫妻俩去儿童病房看望儿子 看着近在眼前的儿子 张力军却不能将他抱在怀里 这一刻他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也无比渴望自己能够活得久一点 可以参与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妈妈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唱着唱着张力军却忍不住哭了起来 也许是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 也许是害怕儿子对妈妈没有任何记忆 张力军决定提前为孩子录下生日祝福 录制前他特意换上喜奇的红色衣服 小龙包 今天是2016年12月3日对不对 我们小龙包一周睡啦 妈妈在这边啊 先祝你生日快乐 来先叫医生妈妈听听 妈妈 妈妈 诸如此类的生日祝福张力军一共录了18份 这是他唯一能陪伴孩子成人的方式 也想用这样的方式 让孩子记得他有一个很爱他的妈妈 录着录着张力军的头发就掉光了 额头上甚至都长出了肿瘤 但他依旧乐观地说着 孩子一天天在长大 他却可以青春涌住 满满的张力军的身体越来越差劲 刚吃下去的饭全都被涂了出来 洗澡时被人碰到就会很痛 当小龙包终于离开暖箱可以回家时 张力军却因为额头上肿瘤的压制 而导致右眼失明 丈夫心疼得直掉眼泪 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妻子还没看过几眼 他的眼睛却先看不到了 对此张力军依旧乐观 甚至调侃丈夫实在是弱爆了 至少他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到 他强承着身体给儿子录了最后一条视频 妈妈不论是在你身边 还是在天上 在任何地方 都是最爱你的 最牵挂你的 也是会一直守护你的 眼看着妻子身体越来越差劲 韩世俊每天都陪在他身边 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也想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给他留下更多的快乐 在他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这天 韩世俊带着妻子去法国餐厅吃大餐 并和他约定要一起过第三个结婚纪念日 甚至是第十个结婚纪念日 虽然清楚这是难以实现的奢望 但张力军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韩世俊甚至妻子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 那就是去最美丽的地方旅游 为此他特意去理发店剃光了头发 决定带着妻子去世界各地旅游 对于丈夫毫无保留的付出张力军十分感动 他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始终不离不起 这份感情值得他铭记一生 2016年春节一家人在一起拍了全家福 自从生病以来公公婆婆一直照顾着儿媳 婆婆终日一类洗面 公公甚至说希望儿媳下辈子能做他们的女儿 我说你现在是我的儿媳 我们把你看着是这个女儿 我说下辈子你做我的女儿吧 那还是去做我的女儿 公公的话让张力军气不成声 这辈子能遇到这样的家人 张力军觉得自己已经十分幸运 但命运依旧没有放过他 2016年11月张力军带着诸多遗憾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定会经历的事情 虽然讨厌离别 但离别却是成长过程中必须的经历 人间的北喜剧一直在重复上演从未停歇 我们向往幸福 却要面对死亡 我们期待相聚 却又难逃别离 与其追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不如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